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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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的答案是沙巴州议会胜 而且会胜得比上一届还漂亮 原因是什么 等一下讲 但是大家要记得 现在的沙巴州议会不是60席了 是73席 去年2019年的时候 Najib在2018年 他有做修改选区 增加了沙巴州的席位 可是当时的州议会来不及通过修宪案 要三分之二的沙巴州议会来通过 所以就没有通过 一直到2019年去年的5月 才通过了修宪案 所以沙比伊主导之下 沙比伊是绝对支持 他很有信心 即便当时的行动党跟公正党 有投反对修宪的票 甚至有弃权的票 可是沙比伊是强势执政 因为很多青蛙跳槽过来 所以他有三分之二的有势 他很轻松就通过了 但是行动党跟公正党 有投弃权票跟投反对票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说 这个选区划分是不公平的 是纳吉划在穆斯林多的选区 来土著多的选区 不公平的选区划分 是对国阵有优势的 所以他们不同意 可是沙比伊他很有信心 他是一个人格魅力 然后很果断的人 他认为一席增加是好事 我们可以有更多context 更多竞争 所以你画在巫统的墙区 没有关系 你看我们在509大选 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赢下21席 巫统才赢下17席 所以再画多13个席位 即便在巫统的区 我也有信心 我可以拿下 这就是沙比伊 强势我们要佩服 沙比伊的地方 所以他通过了这个修仙案 所以现在沙巴州议会 是有73席 过半要37席 要37席 不是像之前的31席了 我在给独有问到 怎么看的时候 我都直接跟大家说 我认为沙比伊会大声 甚至有可能出现 单独执政的情况 可能出现单独执政的情况 上一届大选 沙比伊竞选45席 赢21席 现在有73席 多划分出来的13席 绝大部分是会给 沙比伊拿去竞选的 我们帮他加多10席好了 他竞选55席 我相信他可以赢30席 以上 甚至可能会赢到37席 一个人单独执政 什么原因 我不会就这样子讲 讲了就跳掉 因为如果你这样子讲 你是说空话 你是在预测 我说政治是不能预测的 我会有我的分析给大家 如果我错了 是我的分析错 我也不会丢脸 我不是猜 不是猜的 我分析错 一定是有东西我看错 有东西我忽略 那我们可以反省 哪里错 哪里什么 哪里被忽略 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分析给大家 第一就是萨菲伊执政两年 非常的果断 像我刚才说的 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然后在沙巴州 完全没有任何的争议 没有任何的争议 然后他又是一个强势的领袖 现在马来穆斯林 尤其是沙巴沙老约 沙巴州 你找不到像萨菲伊这样强势的领袖 所以他用他个人的人格魅力 跟他个人的强势执政 就已经可以拉到不少的票数 你看马哈迪做首相 他在西马 马哈迪还有他90年代那么强势吗 并没有 他没有一锤定音的power 他受公正党 受行动党 还有土团内部的牵制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穆尤丁有强势吗 穆尤丁也没有强势 穆尤丁他现在摆出的知识 就是他是一个很温和的老人家 一切争议都跟他无关 去搞土团开除老马的 是 哈迦宰努丁 然后去跟巫统朝的那些是巫统 哈迦宰努丁下面的叛将从巫统跳过来 然后纳吉被关 他就出一个 也给我分析中了 我说穆尤丁占据道德制高点 他只要说我没有操纵 司法是独立的就可以了 穆尤丁当天 我的直播的当时 他就出了一个文告 说尊重 请大家尊重司法 没有干预 这个是司法独立的事情 所以 马来西亚缺少一个这样强势的领袖 然后Safi'i的出现 就填补了这些草民 渴望强人领导的空穴 你看沙老爷 也不是一个强人领袖 他是一个group leader first among equal 大家是equal的 我只是第一位而已 Safi'i是不一样的 你看整个西门 你抛开Safi'i 你告诉我 你还听到谁的名字 你记得谁的名字 你可以说出来吗 如果你不是沙巴人 你说不出来 你说不出来 因为Safi'i太过强势了 Safi'i就是Safi'i 明星党就是Safi'i 这也是为什么 我刚才说 Safi'i自己重选 明星党自己重选的议员 是很难被拉罗 很难被跳槽的 最主要原因 这是第一点 而且Safi'i自己竞选45席 连巫统都没有这么强势过 可以竞选三分之二的席位 因为Safi'i有很大一部分 非穆斯林土著 然后有很大的华人人口 所以他这样子强势的领袖 而且他自己非常开明的形象 饱受非穆斯林界的欢迎 所以他的盛面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敢说他的形式是远远比509时候还来得好 第一 我刚才说了 他个人形象 个人强势领导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 是因为他有执政的优势 他是以看守政府的优势进入政府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西蒙现在还不要政权 说我们放眼三年后 三年后 你是以在野党的身份去竞选 你是很吃亏的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而Safi现在是掌握执政优势 在509他是以在野党的身份进入大选 现在他是以执政党的身份 可以动用执政党的资源去竞选 尤其是在沙巴沙拉越 这些很多偏僻 穷乡僻壤的地方 你要竞选 你就必须要有资源 要有工具 而这些工具 现在都掌握在他的手上 所以这个是我说 我认为他绝对会比509表现 表现得更好的 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 元首站在他这里 元首肯定会极大的发挥出他的影响力 我告诉你在土著社会 元首都是一个被respect被敬仰 其实我们非土著也应该敬仰元首 他也是我们的统治者 所以我之前也有一个直播说过 大家不要觉得统治者是马来人的统治者 这是不对的 他是马来西亚人的统治者 大家要搞清楚这一点 所以元首 而且他也做了元首很多年 他岁数也非常的高 在土著 在马来人的社会 是一个非常尊敬老者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刚才说了 沙巴州的元首跟穆萨阿曼 是绝对撕破脸的情况 所以他是不可能会看到 希望看到穆萨阿曼国阵重回的情况 所以他一定会运用自己的优势 去让Safi'i来胜选 这是第三个原因 然后 第四个原因 其实西盟在上一届大选 就只有三个党去竞选60个席位 明星党竞选45席 公正党竞选8席 行动党竞选7席 行动党7席赢了6席 公正党最废最没有用的夹头党 8席赢了2席 然后跳槽的民选议员就是他的 安华的人 这个底下我们最后一个讲题会讲到 所以现在他们应该争夺一两席席位 其实软累 软累是在火箭跟公正党这里 火箭在Safi'i的巨大威望之下 赢6席 拿守住现在所拥有的6席 甚至还可以赢多一个新化分出来的席位 拿到7席 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所以单单Safi'i加行动党 就已经足够指正了 我告诉大家 然后公正党这个废党 其实可以拉丢掉不看的 可是公正党这个废党 Safi'i其实代公正党不保 公正党只有两个州议员 可是华人副首长的席位留给谁 他没有给赢下6席的行动党 他给的是沙巴州主席刘靖之 刘靖之 公正党的刘靖之 所以Safi'i是很照顾行动 很照顾公正党 可是公正党却一点都不给力 一点都不给力 所以这个就是夹头党最废的地方 讲话 讲到大大声 鬼使喊叫 做出来什么懒叫都没有 鬼使喊叫厉害 什么懒叫都做不出来 对不起我讲 我骂出话 但因为我是真的生气了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在国会那天 声势力竭地喊 那些夹头议员 第二天默默接受 我看到这个情况 我就想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夹头废党 我们可以抹去不看 我告诉你 Safi'i不能单独执政 即便他不能单独执政 我相信30席 比上节大选的21席 赢多10席左右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再加上行动党 不可能丢的6-7席 足够执政了 37席 简单多数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Safi'i的表现 我对Safi'i有信心 他绝对会引下 这场战役的情况 Safi'i也对自己 非常有信心 这就是强势领袖的一个指标 一个指标 像普丁 强人领导 强人领导的另一个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非常著名的就是普丁 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你看他最近要推动修宪 要推动修宪 让自己再继续当总统 当下去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有争议的行为 因为普丁当总统 当总统 当总理 又当总统 现在他连总理都不要当了 连表面上的 pattern他都不要做了 直接要抛弃这个 再重新来算过三界的限制 再让他当总统 推动修宪 这个就是他强势的地方 Safi'i有这样子的特质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公正党 费党我们不用看 Safi'i Safi'i这样照顾公正党 可是民选 现在我们看到 肯定民选跳的 就是我说 基本盘流失的 行动党流失的 那个是委任议员 是没有经过选举考量的 民兴党像我刚才说 他自己流失的 应该没有 或者是一两期 但公正党那个 Kennetra 华人 安华的人马 安华的人马 沙州的副主席 是跳出来的人 而且他在跳出来前一天 还公开说 很多人来拉拢我 有很多的offer 但是我不会接受 所以这些人 就是讲的很厉害 做却做到像死一样 我不要骂出话了 做到像死一样 就是讲这些废财 废党出废财 这个真的是很可惜的情况 公正党是最应该支持的党 可是从政变到现在 公正党一直在让我们失望 我想要支持他 真的我都找不到理由 为什么我还要支持他 这也是我为什么 希望Safi'e可以东渡西马 我完全不建议 不介意一个西马 东马政党过来西马 Safi'e 完全不正义 不介意 大家都是马来西亚人 有什么差别 就像我Johor人来槟城Safi'e 槟城人会跟我说 洪律师你是Johor人 你来这边 我们要排击你 我们槟城人 Safi'e槟城人 这样子是不是很狭隘的看法 所以西马人Safi'e槟城人 这个也是非常狭隘的看法 也非常狭隘的看法 所以大家不要陷入这种狭隘的境遇之内 好 我们这个讲题讲完了 感谢观看